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建议,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可以敦请罗志强,担任空战指挥官负责空战。 对此,张善政昨八日受访时,先是感谢罗志强的用心良苦,并表示很期待有这机会将来能一起打拼,但要看对方意愿。 邀罗志强当空战司令 张善政,期待但要看他意愿。 国民党日前因桃园市长提名风波,引发一场布小兰营内部风暴,最后由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宣布退出桃园市长选举落幕。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建议,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可以敦请罗志强,担任空战指挥官负责空战。 对此,张善政昨八日受访时,先是感谢罗志强的用心良苦,并表示很期待有这机会将来能一起打拼, 但要看对方意愿。 张善政昨天至桃园市巴德区进行请义之旅,并在陆光寺村活动中心与各界地方人士座谈。 张善政至此时表示,交朋友是长久的,选举是一时的,现在有机会回来替桃园的乡亲打拼,感觉非常温暖。 接受媒体联访时,被问及赵绍康建议邀请罗志强加入团队,张善政先是感谢罗志强用心良苦,很诚心地向罗志强表达善意,希望将来有机会一起来打拼。 他说,我觉得要尊重罗志强的意愿,当然是很期待有这么一个机会,但是罗志强的意愿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,希望有这么一天可以到来,但还是尊重他。 令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,立委来相邻,今天上午同一时段去市议会拜访议长邱益胜,是否会认为是见逢插针。 张善政回应,议长在地方是大家长,任何要参选的朋友去拜访议长都是自然的事情,会平常心看待。